杨子迪丽热巴对新剧男主都不满意,网友,要不互换一下? 前不久,欢瑞新剧陈香如谢官宣了主演成毅,杨子,引发了粉丝的激烈骂战。 男主成毅是很早年就已经定下的,而在女主杨子没有官宣前,本剧已经将白鹿和景田都被溜了个遍, 由于是欢瑞自治剧,所以粉丝都表示看不上,杨子现在势头正猛,却最终接下这部古偶,虽美其名曰就场, 但是由于合约再深,杨子再不情愿也要演下去,粉丝们对此非常不满, 认为欢瑞力捧太子成毅却不顾杨子的事业发展,表示非常愤怒,而成毅的粉丝也表示委屈, 早就已经官宣男主的戏,却在此刻被女主粉丝疯狂攻击。 双方混战一直持续到现在都还未平息。 这边陈香如蟹还未battle玩,那边帝皇叔同样因为男女主的人选又激起一番粉圈动荡。 帝皇叔是网络大IP,也是大女主剧,网传已经定下迪丽热巴主演。 不过热巴的粉丝非常抵制,纷纷给工作室留言不要接这部剧。 后续热巴还有与杨阳合作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以及与任嘉伦合作的预交纪要上, 所以在接帝皇叔对粉丝来说,并不算一个好柄。 最重要的是,这部剧的男主剧传是龚俊,这在热巴粉丝看来更加无法接受,完全是资源降级。 龚俊凭借丹改剧山和令迅速爆红,商业价值剧增,各种影视剧邀约也排着对在等,可以说是现在最火的顶流小生。 但是热巴作为前辈,同样是小花中的顶流,虽然与龚俊搭配男帅女美,但是热巴粉丝认为两人的合作,是明白着让迪丽热巴给龚俊抬咖,龚俊吃得红利肯定更多。 如果你是我的荣耀以及玉交际成为爆款,那么迪丽热巴的咖位与流量会进一步升级,再与龚俊合作的话,确实有点委屈了。 不过也有人认为老顶流和新流量合作,未必是老顶流吃亏,如果说迪丽热巴给龚俊抬咖,那同时龚俊也为迪丽热巴带来了新鲜热度。 更有人提出既然沉香如谢这部剧,杨子不喜欢诚意。 帝皇叔这部剧迪丽热巴不喜欢龚俊,那么两个男主换衣下角色,粉丝们会不会满意呢? 这个观点依发出,立刻引起了杨子、迪丽热巴粉丝的不满。 有人评价说杨子是定男选女,自己愿意去,热巴是定女选男,龚俊愿意去,这是有本质不同的,所以根本不能混为一谈。 对此你怎么看呢? 感谢您观看视频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